47 岁的台语女歌手廖婉君 曾被诊断出乳癌第三期后 积极对抗病魔 一直都是家中长女的她 从小就相当有责任感 就算遇到事情也几乎都是自己扛 因为家族完全都没有相关病史 因此自己得到这些病症 让她开始怨天尤人 如今病况也曝光了 据ET Today报道 廖婉君透露五年前 发现胸部似乎有一块种种的 而且还不时有热热的感觉 马上就去诊所照超音波 结果医生看了惊觉不妙 就要她赶快去大医院检查 结果果然发现得了乳癌 而且已经是第三期了 对此 廖婉君说 跟很多人得之后的晴天霹雳不一样 她反而心情非常平静 原本只希望自己撑过去治疗 可是因为手术需要家人签同一书 最后只好直接跟爸妈摊牌 她开门建商回家说 妈我的乳癌我要开刀 当时妈妈听到后傻眼 要她再说一次 接着才接受这件事 边哭边安慰着她 而爸爸因为更容易紧张 所以就由妈妈委婉的告知 廖婉君透露 准备进行手术之前 因为太过紧张而全身发抖 最后切掉了右边的肿瘤 之后化疗也出现不少副作用 像是呕吐冒汗头晕 还会开始渐渐掉头发 虽然坚强的她 选择直接剪成短发 最后再剃光头 在剪发那一刻 她终于掉下眼泪 也开始怨天尤人 因为家族根本没有病史 不禁认为为何是自己会这样 不过想到 还好是自己而不是家人理癌 一向重视家人的她也才松了口气 医生也说 应该是她压力太大才会这样 而抗癌期间 因为还要正常工作 她也准备了好几顶假发 想吐的时候就躲到没人看得到的地方 对生活也只能咬牙苦撑 就是靠我的意志力在撑 那时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恐惧 是憨胆 因为不知道接下来还会要面对什么 好在现在恢复状况良好 只要每半年追踪一次 粉丝也纷纷留言祝福 加油 苦难都会撑过去的 你唱歌超好听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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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